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大家光临阿N与阿N频道 今天阿N继续和大家分享容若伊的演艺人生 上一集和大家分享到容若伊1965年的演出 但其实未分享完 1965年还有以下的演出 首先是《双丝湾之戀》 接着是一套《玉面严罗》上集 容若伊做《蓝宫属位》 接着有一套《刀剑双兰》 然后有一套《铁剑诸行》上集 这套《铁剑诸行》由张英才、陈宝珠、萧芳芳主演 接着张英才也很少拍《陈宝珠、萧芳芳》 接着65年还有一套《大四喜》 接着就是《老夫子》 老夫子就是高老全那套《张青雪梨》 他就是做这个《恶死能登》的包租婆 接着到65年 另一套《武核犬》《六子琴魔》的下集 然后也是《武核犬》《八方英雄传》的上集 他就饰演《金花圣母》 接着就到一套《倚天屠龙记》的第四集《大结局》 他仍然是饰演《俄眉派》的掌门人《灭绝师太》 这套《倚天屠龙记》就是 林家星、陈宝珠、陈宝珠主演 不同于第1、2集 第1、2集是张英、石白演主演 接着65年还有很多演出 接着是《施礼传家》的上集 然后到《特务黑之珠》 他就饰演《原妻》 接着有一套《爱情永远在怀念中》 这套我未看过不知道是什么 接着有一套《无敌神童方世玉》 接着是《铁剑珠行》的下集《大结局》 接着65年还有一套《武侠》 《帝疆曾鸿基》 都是张英才的 接着有一套《千手神拳》的下集 接着是一套《海塘红》 接着65年还有《春蚕花未落》 他就扮演《金凤影》 接着是另一套《玉女英云》的上集 《玉女英云》就是《陈宝珠》和《张青》 做主角的 接着是另一套《海塘红》 接着是一套《血字第一号》 接着是一套《八方英雄传》的下集 这套《八方英雄传》 男主角都是张英才 不过女主角就是《林凤》 林凤做武侠片的女主角 比较少看 接着就是另一套武侠片 《无字天书》 他就做《焦九》的老婆 然后一套《神剑魔梢》 他就做《李丘兰》 然后也是《六五年》 《神剑魔梢》的下集大结局 然后到《恩义难忘》 这套就是一些伦理的剧情片 然后另一套武侠剧 《萧星镇武林》的上集 然后是《六指琴魔》的大结果 荣玉乙就饰演郭清仓 然后有一套《金子环》 这套就是1966年了 终于到1966年了 哇!1965年荣玉乙真是大丰收 十几二十套 十几二十套 然后1966年也是《武侠片》 《斗寇干锅》上集 《陈宝珠》主演的《陈宝珠》 《萧芳芳》 接着就是《劫火红年》的上集 和《劫火红年》的下集大结局 然后有一套《玉博明月弯》 然后另一套《时装特务》片 《勇特务》《血战神秘党》 然后另一套《圣火红风》的上集 它就饰演这个静音师太 这套《圣火红风》 就是《武林圣火论》的续集 但就不是由林家兴、陈好球主演 这套《圣火红风》 就改为由陈宝珠、萧芳芳主演 陈宝珠就做了林家兴的角色 萧芳芳就做了陈好球的角色 接着就到《斗寇干锅》的下集 然后一套《老夫子与大番薯》 然后一套《老夫子与大番薯》 都是《雪梨、张青》和《高老全》 接着一套《金娇、银、银、银》 这套《金娇、银、银、银》 就是林俸和邓碧云做主角 好像还有胡锋 容玉以好像不知做金娇的母亲 还是银娇的母亲 接着一套武俠剧《万劫门》的上集 这套《万劫门》就好像是如来神掌的续集 接着一套武打剧《铝黑合木兰花》 是雪梨和曾光张青的 然后一套《寶珠姐》的《姑娘十八一刀花》 容玉以好像做陈寶珠的母亲 如果没有记错 接着一套《非贼、含笑火》 容玉以做《红蕉》的角色 接着一套《双凤奇》的上集 容玉以做《江老太》 然后是《狼心何太忍》 然后是另一套相当出名 这套也是《青青河边草》 就是哪个《青青河边草》 吴君丽那套相当出名 接着也是老夫子 另外一套老夫子 就是老夫子三救这个傻子名 容玉以做《靓姑》 然后是《独臂神龙劍》 容玉以做《独臂神李》 接着一套青春剧《彩色青春》 好,今天跟大家分享容玉以的演艺人生 分享到这里暂时要休息一下 喜欢这条片的朋友 请大家留言、点赞、分享 也希望未订阅我们频道的朋友 请多多并 carta 频道 今天就到此为止 希望下一集大家继续支持 拜拜